另一边 韵姐 肖哥和牛肉 也来到了武夷山中的朱子顾礼 去感受送风遗孕 朱熹顾礼 读书起家是不是 这应该就是朱熹的理念思想 都在这儿放着 那应该张老师吧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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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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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 您好 来 您好 来 坐一下 到这儿感觉这个时间特别慢的感觉 来 武夷就是要把不滑幻慢 不滑放慢 等等落下的灵魂 等等落下的灵魂 那我得且等一会儿在这儿 这个地方就是朱熹 他的家乡对吧 对 朱熹夫子14岁来到武夷 63岁移居到靖阳 武夷是朱子成长 成年 成风 成学 成才之地 留下朱子教化移婚 抵运最深厚的地方 有抵运的地方 对 对 对 这边还有小朋友在这儿 学这个朱子力学 有 我们这边有一所学校 就以朱子命名的幼儿园小学 初中连在一起 学生大概有一千多号 一千多人 对 整个镇基本上都集中 在这个学校读书 也是全国唯一一所以朱子命名的学校 叫朱子学校 那真的挺不一样的 那您一会儿能带我们转转吗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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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请 我们古街走一走 古街逛一逛 宋代古街 全长一千三百七十米 三个自然村连在一起 两边三叶气息不是很浓 都有原住民居住 非常亲切 所以我们一来这儿就感觉特别安静 是 宋代就是这个基础了应该是 对 宋代 当然后来各朝各代都有改造过 包括现在这边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晚清跟民国时期的 是 是 这边现在住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吗 对 就都是世代住在这 对 还基本上家家户户 还都有老百姓居住 这个也是这条古街可爱的地方 也是它佛化的特点 我觉得它一看就是很淳朴的 对 它没有那个建筑 你看这些也都很纯朴 这木板就是很简单 是 是 像这种木制的阳台 现在越来越少看见了 对 这个古镇92年开始大力的保护 到现在才有这个成果 这个不容易 我们看看他们家的这个院子 我觉得它这个挂的照片呀 真的很有生活的氛围 好期待在一起啊 你看还有那个 几个时代 祖辈的那个 应该有祖宗像 你看那个小圆桌 对 这是老家具 老家具 就是很多代人在这儿生活的痕迹 很舒服 这应该跟你们小时候的这种居住环境有点接近 是